耶耶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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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安你好 歡迎收看又0.0的報復 熊熊熊 跟一科科科院長知識 顧健康 好 這個我們又要聊一聊聊 這個話題有關不孕症 好 其實呢 在前一陣子呢 大家看到有3000位試管嬰兒 好 他們的家庭呢 大家團聚在一起 然後呢排出一個呢 這個台灣五大洲的形狀 好 創下精緻事業 這之前呢一個蠻壯觀的畫面 好 當然呢 大家是在看到這個畫面呢 覺得他們很和樂之餘 大家也想到 我們居然試管嬰兒這麼的多 那我們的國內 這個飽受一些 不孕症所苦的夫妻 也真的蠻多 之前我們知道有統計嘛 據了解大概是每七隊 就有一隊有不孕症的 這樣的情況需要就醫 不過我們今天呢 是從中醫的角度來聊 我們請到這位中醫師呢 他自己過去也曾經呢 採用一些方式呢 去養身體 後來呢有非常可愛的一對寶貝 我們今天也請他來聊聊 他當年的經驗 好 請到的是我們 胡錫琳中醫師來到現場 醫師你好 美女主持人 你好 好 但是我們來看看 我們的試管嬰兒真的好多喔 一起來看這個畫面 五千個試管嬰兒家庭 在主辦單位的引導下 排成台灣地圖 彼此慶祝締造金氏世界紀錄 就是每天打針啊 然後吃藥啊 然後不成功的時候是最多可能 很感謝我太太 所以我們請到這個醫師他在著作上面也有分享大方分享他的狀況 不要看我們醫師的年紀看起來輕輕 看看他已經有一對非常可愛的小朋友 好 我們來看這個是他當年的狀況 他說其實當年您也有一些有關這個受孕上面的一些困擾 那當時的情況大概怎麼是跟觀眾分享一下 學生時代都會喜歡熬夜啊 就是很晚睡 然後就會發現 為什麼月經開始不是很正常來 然後去就醫發現說 必有多少肌亂潮的問題 這個在國內很多嗎 對 其實現在女生就很常見 因為大家12點以前歲的到底有幾個 幾乎沒有 對啊 然後飲食我們又比較就是比較西化 那再加上你可能比較不運動 壓力大的話 那肚亂潮的問題就真的很容易跑出來 可是醫師您是中西醫背景 所以連你的生活習慣可能都沒有 學生時代嘛 還在求學 了解 好 所以當時在可能要求職的時候 大概有隔了多少時間 就是你開始覺得可能不太對 是計劃懷孕到成功懷孕大概也是接近一年的時間 了解喔 因為超過一年好像一些的定義就是 可能就是要開始做一些 對 進一步的檢查 檢查或治療 對 沒錯 好瞭解 那所以說呢 我們的中醫可以幫助我們 如果在好運 祝你好運的這個部分 中醫可以幫助我們什麼 因為您在朱朱裡面提到說 中醫對女性的養卵 和對男性的改善精從能力 可能都可以提升 這部分幫我們解釋一下好嗎 主要就是中醫在提升的部分的話 它就是可以改善我們的生 它就指的是我們的生殖功能 比如說男性的睪丸 或者是性功能 那女性的話就是 卵巢跟子宮的部分 都含在中醫的腎的功能裡面 所以用中醫的一些補腎的藥材 或者是一些暖腎的方式 就可以改善我們女生卵子 卵巢 子宮的環境 或者是說像男性的精同的活動力 或者是數量比較低下的一個問題 是 對 那因為當然很多人 您有中西醫的這個背景 那很多人就會說 我中醫那邊 那個理論我不是很懂 那我去求助西醫 那您有這樣的一個背景 您那時候為什麼會選擇中醫呢 就是說它跟西醫的治療上面 是什麼樣的相互相成 其實我沒有很排斥西醫的療程 我通常都是用中醫的治療方式 我們可能持續一段時間 那他或許他調理了之後 他的月經是很規律的 那老公的情況也有改善 可是他還是遲遲沒有消息 那我就會建議他 還是要搭配一些 西醫的療程的部分 因為我們來看診或者是治療 我們最重要就是希望你可以懷孕 所以我沒有排斥任何的方式 對 那中腰的部分在西醫 到底能不能搭配呢 你現在的這個研究發現 或者是統計發現 看起來其實中西醫合併在治療上面的話 對女生受孕率 還是有一部分的提升 像我有一些 可能超過四十歲 真的是蠻高齡的 他們考慮要做試管 可是他們之前 取卵過程就很不順利 怎麼取就是卵很小 很小顆 那你家你根本沒有辦法 執行後面的一些治療的部分 那我就請他就是先休息一下 然後用中藥部分做一個保養 就保養三個月之後 他再去做取卵 這個卵就是又多又大 對啊 所以後來他整個受精的狀況就很好 是 所以說您剛講這個中西醫的這個 可能去求診一個節奏大概是什麼 是一開始先去請西醫檢查 然後呢可能如果有一些困難的時候 在中間再請中醫幫忙 大概是怎麼樣 其實這個有點複雜 我會看他們的年紀 因為來求子的女生或者是夫妻 其實年紀還是有高低落差 有些人可能三十歲 他就來先來調養 就是想要先保養好 然後再準備懷孕 那有些人可能他三十五歲 他已經努力了兩三年 他都沒有辦法懷孕 或者是像我剛剛講的 他已經四十歲或是超過 他可能預計 他其實是一定要做西醫的一些 治療的部分 那來看中醫 想要加強這個療效 那我們當然制定的整個治療計畫 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很難一言 所以也就是說 我現在也許沒有結婚 然後也還沒有這個伴侶 也沒有要生小朋友 我就可以先準備 跟中醫這邊溝通 先養身體 可以 了解 那有些可能是情況比較急了 真的年紀大一點的 我就先去看西醫 然後再請中醫幫忙 就可以邊去看西醫去釐清問題 或者是制定這個療程 看西醫他怎麼建議 然後中藥的部分的話 就開始持續做保養 因為中藥的保養是循序漸進的 他一定是越來越穩定 那在這過程當中 就是西醫不管他要 執行哪一個階段的治療的話 我們都可以做一個搭配 是 好 那因為剛剛這個醫師 他也坦誠 在學生不是很乖 生活的狀況 習慣不是很好 好 那您過來人的建議 就是說你現在看了這麼多一些患者 不管是男性女性 你覺得有沒有一些比較共通的 他們生活習慣上面 需要做調整的 哪些呢 可能跟我分享 主要就是三個 第一個是壓力 然後第二個是運動 然後第三個就是生活作息 睡眠的習慣要好 壓力這個很難啊 對啊 可是有些人 他壓力是自己找 他可能就是真的很想要懷孕 或者是說 他個性比較容易緊張很多事情 那我有時候就會請老公要 就是給他多一點支持啊 或者是說請他去尋求一些 其他的興趣 去改善他身體這種 比較容易緊張 會焦慮的一個狀態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是要多運動 那運動真的是可以改善 我們整體的氣血群網 跟脹氣整個器官的功能 所以這個運動 就是一個長期的保養 那您可以分享 因為我看到您的書作 您也有做一些重訊 而且很重啊 你建議就是 如果真的想要懷孕的話 多做重訊嗎 一般來說還是以有氧為主 有氧好 因為重訊做太多 我們的肌肉量 如果說真的做很重 你的肌肉量變得比較肥厚的話 那肌肉他也會 就需要比較多的血液 反而子宮的血液會變少 所以是連素產科醫師 都不太建議說做太多重訊 可是比如說跑步啊 游泳啊 騎腳踏車啊 這些就是可以的 所以壓力運動還有 不要太晚睡 還講到會害羞 很心虛 好吧 那我們標準給大家一個 就是說就中醫的 我們知道聽過很多的理論 就是說幾點到幾點 可能是對什麼內臟比較好 睡眠的時間 那幾點真的是建議 不要再超過這個時間 我都會建議盡量在11點以前睡 那一般來說講11點 大家一定會拖到12點 所以就是11點以前要睡覺 你這個是去參加婚宴的概念嗎 就是要提前時間 好 重點就是希望能夠11點 11點之後是肝膽精開始循環 就是女生還是男生都一樣 就人類都是這樣 人類都是這樣 對對對 那如果說肝膽精開始循環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的經絡 就是一天開始初始的循環 如果說你在這時候進行休息的話 一些身體的內分泌 或者是肝臟解毒的功能 會比較好 這樣子對於我們的整個脹氣的 改善或修復的狀況會更好 當然就會註孕 好 了解 那當然現在這個少子化問題 那麼嚴重 好 那我們這個醫師 他自己也輕生的肌葉 提供給大家 怎麼樣呢 求子啊 怎麼樣能夠容易懷孕 提供您參考 以上今天的一一一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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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照顧您的一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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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